今次業務obd�� 你說法事務? 制裁題 legitim 我們公司是亞時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我們是以基因技術從事 成為服務項目indung給香港市民 我們是用二代渦對技術 和三大測罪技術是做橙线扁查的 那些爸爸妈妈对基因不懂 对測罪不懂 但他们知道我用这个检测 就是知道我的弟弟是不是有糖尸综合症 这就是由技术去到用户 第一件事,这些数据要很实在 可重复性很高,准确性很高 估断性要很高 说服了专家用户,专家用户将这些资料 变成一个所谓生活资料 去说服真正的最终用户 你不要只把技术告诉他们,他们不会明白 他们不明白,他们不会买你的东西 那你就要把它转化了一个 真真正正的生活上理解得到的一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对他们的 无论是家庭生活,经济生活 都会产生一些深切影响 他们才会用这些东西 随着我们现在和海外和国内接轨 其实很多海外专裁和国内专裁都来这里做发展 作为一个橋梁 无论是国内跳向国内,国内跳向国内 都是在这里 亦都是因为这样 引了很多公司和很多投资基金 来香港去投资这个行业 严格来说,你问我 这个行业将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亦都是很蓬勃 如果今时今日要在这里发展 我们没关系好非常多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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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